今天咱们讲的是分金坐局立像 咱们寻到一处风水宝地 在立像的时候 因为咱们寻到风水宝地是很不容易的 爬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风水宝地 在立像的时候千万可不能立错了 如果找到了这个风水宝地立错像了 那么它的风水效应大大的被折扣了 出现了严重的偏方 出现严重的偏方 就是好的好坏的坏 好坏不均了 咱们寻找风水宝地 就是让它防防得好 就这个意思 寻到风水宝地是很不容易的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寻到容易点学难吗 咱们点到这一块风水宝地 是很不易很不易的 花了很多的辛苦 来找到这个风水宝地 但是在立像的时候 绝对不能让它出现差错了 咱们苦读十年书嘛 就是学习风水理论是很辛苦的 看百家书啊 总结百家的经验 把这个 为什么要看百家书呢 就总结各门各派的风水的 秘境精髓吧 吸取吸精华 把所有的风水资料 咱们吸取到 用为一体 咱们就去找这个风水宝地 找到这个风水宝地 在立像的时候 绝对不能让它出现差错 找到这个风水宝地 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在一旦立出像的时候 那么它的风水效应 是大大的折扣了 咱们怎么立像呢 根据什么理论立像呢 这个古人经过漫长的岁月 经过探秘这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 研究这个风水 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懈的努力 研究出来了 这个风水理论 立像是以水立像 为什么以水立像 就是古人经过漫长的岁月的研究 根据八卦纳甲 把这个水 风水根据什么理想 把这个水研究出来了 风水是以水立像的 以水立像的 就是这个道理 能三主人口水主才嘛 这个水是决定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咱们在立像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 用填盘观察这个来水 来水 就是来水法 一露头 这个来水口 是在阳位 还是在阴位 就是用罗盘 散河盘的 罗盘的填盘 去测量 这个来水法 就从白虎这边 往这边看来水法 一露 水一露头的那个点 是为阴 还是为阳 风水理论 根据这个八卦 那假推理出来的 以水立像 就是阳水来了 立阳像 阴水来了 立阴像 咱们先确定这个水 点到这个穴 在立像的时候 先确定这个水 为阳水 还是阴水 然后 在这个穴场 根据阴阳点穴 阴阳点穴 以前我也多次强调了 风水理论 咱们要想学好风水 离不开阴阳五强 风水理论 知识自作 它都是用阴阳五强 贯穿整个的过程 时时刻刻离不开阴阳五强 阴阳五强 因为大自然的发展规律 它离不开阴阳五强 咱们点到这个风水宝地 用什么方法去点队这个穴位 那么以前我也讲过 阴阳点穴的方法 然后感觉青龙白虎的状态 风水宝地形成 不可能青龙白虎非常的对称 两个青龙和白虎 不可能他俩都均衡 力量不可能都一变大 那就是感觉龙虎的强悦 以前不讲过吗 青龙强以白虎上 白虎强以青龙上 今天这个例子就是青龙墙白虎弱 根据大自然的发展规律 这个地方来龙到头结学 如果青龙墙的话 它这个结学的聚齐堡 聚齐点肯定要靠近白虎 这就是规律 咱们青龙点学 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走 如果你违背了自然规律 那么点学你就点不正 什么叫风水宝地 你只要龙虎俊行 有聚齐 它就是风水宝地了 龙虎必须俊行 这个学 风水宝地 明显的青龙比白虎强 那么它的聚齐点 肯定要靠近白虎 这就是自然规律 咱们点到了这个学位 在立象的时候 在立象的时候 要根据水决定印象象 根据潇洒四周的汕头 根据四周的汕头 潇洒情况 做局分进立象 分进做局立象了 做什么局 不是金水木火土吗 这五个局要做什么局 根据潇洒去决定 然后根据纳水去决定印阳 比方说 这个点 在学场 向来水放看 经过这个白虎的这个沙尾 看到水来水放是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点上 那么在印味 丑和定为印味 在印味来水 那么咱们首先考虑的是 首先考虑的是 立的是印象 确定的象已经是印象了 然后咱们再根据潇洒 分进做局立象了 根据潇洒 那么四周的汕头 有火 有水 有土 那么咱首选的是立土局了 因为火生土 土壳水为器材 土和土并肩之望 首选要立土局 立土局什么是土局 哪四项为土局 规定一切为土局 这个就是因为盯放 盯放 潇洒放 那么咱们就要立鬼山定相了 鬼山定相 属于印局了 你要立鬼山定相了 立鬼山定相 符合潇洒 又符合纳水 这就是咱们根据潇洒纳水 然后再去考察 这个庆龙白虎 这个庆龙白虎 因为庆龙强 白虎弱 咱们立象就 这个嘲笑就不能靠近庆龙了 如果你这么立就是完全错误了 这么立完全错 因为庆龙强你在靠近庆龙这边立象 往这个方向立象 那么更增加了庆龙的强度 那么庆龙强 白虎弱了 如果白虎弱 咱们立象要靠近白虎 往这个方向立鬼山定相 那么庆龙强白虎弱 达到他俩均衡的状态 就是庆龙你强 我离你远点 让你有劲死不上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 假设这个水还是阴水 来水阴水 如果这个石头的扇头都有什么呢 有木 有火 有土 那么咱们首选要是什么呢 要选什么香呢 火菊 不是 有劲啊 有木 有火 有劲 这石头的扇头 有木 有火 有劲 咱们首选 要立火菊了 因为木 生火为燕 火 与火 为病 检 助力 火 可 仅 为 起 才 那么咱们就要立鬼山定相 那个 人山定相了 人山定相 这是 如果石头的扇头有火 有水 有土 咱们要设土菊 立火山定相 如果石头的扇头 有木 火 进 咱们要立人山定相 为什么不立紫山五相呢 为什么不立紫山五相呢 紫山五相也是火菊 因为紫山五相是阳相 罗盘这个五是阳相 是红字是阳相 因为阴水来了必须立阴相 咱们在 熟线要看水 咱们在放罗盘要立香的时候 熟线要看这个水 是阴水来还是阳水来 如果阴水来 肯定要立 要设阴局了 阴局呢 也就是鬼山定相 也就是人山定相 要根据 瀟灑 石头的扇头的五星属性 去决定 他做什么局 如果四周的扇头有火 有水有土 那么咱们要立土局 如果四周的扇头 有木有火有界 咱们要立火局 立火局 做局立相 分进做局立相的时候 要立阴山定相了 就不能立紫山五相 因为紫山五相是阳相 阴水来的立阴相 阳水来的立阳相 如果咱们看到这个水 看到这个水 在这个位置 那么咱必须立直三五相 就是这个道理 咱们 寻找这个风水保地的时候 一定要先观察水 这个水在来水方 是属于阴水还是阳水 如果在来水方 属于阴水 咱们首先要确定 这个相为阴相 然后再根据消杀 重盘消杀 根据天盘 确定水 阴阳了 再根据消杀 来确定 确定 做什么局 来分进立相 分进立相 这就是风水 这就是风水 地盘是立相的 重盘是消杀的 天盘是拉水的 这就是咱们学风水 学了风水知识 到山上去寻荣点学 风水理论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就是你学了十个年的风水知识 你要到实地去考察 学中点学 到头站在学场点这个学位 到底下 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给他做完事了 消杀纳水 根据阴阳点学 十分钟就把这个学场就给确定了 这就要台上十分钟 台下需要十年的苦工去学习 就这个意思 这个究竟以水立相 根据什么来的 这是古人经过漫长的学习院 已经推理出来的 咱们就按照古人的风水理论 去做好分金做局立相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